优扬的音符从乐野国小传出来 这里是嘉义阿里三乡第二大的国小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邹族 但是会说一口流利母语的学生并不多 也正在面临语言传承的问题 不过当地的老师郑佩健与汪惠恩 则用创意讲出了传承母语的方式 如果可以用翻译的东西 用流行歌曲的部分的元素 比如说流行歌曲里面有一个词 我们只改一个词就好 其实它一样用中文去唱 那其中部分的词 让它们用中文去唱 它小部分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它不知不觉当中 就累积了很多的单词 多次代表嘉义线 参加比赛的乐野国小合唱团 是学校的重要特色 学生也都喜欢哼哼唱唱 老师了解学生的歌唱兴趣 因而创作了周语歌曲 再加上流行音乐的元素 让学生更有兴趣来学习母语 比如说像我们的音乐课方面 会做很多的那个原住民歌曲的教学 那另外呢我们就是在环境布置方面 我们就是尽量能够符合他们原住民的 一些传统的建筑的一些元素 那现在我们学校就是不但教学生 那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发那个 就是关于桌子文化的东西 和一些周语的练习是给老师跟家长的 除了唱歌学母语之外 学校的教学环境也力求符合 周族的传统建筑元素 还提供周语的文化资源 让有兴趣的老师跟家长 一起学习传承周族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